那我这个时候是立马写下来我所想的吗 题目就是缩写 不需要加入自己的观点 前面要空谅 那要么打句号就打一个点 这样是不可以的 欢迎来到In Chinese 好久不见 十分想念 我是新鱼 那今天的视频 我会给大家讲解 HSK六级样卷 真题中书写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可谓是难倒了很多学生的 但今天的内容可谓是干货满满 所以赶紧拿起你的小本子 记好记认真听课 如果你对如何准备HSK考试 在考试过程中 我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技巧来做题 并且如何提高我的HSK和HSKK考试成绩 这一系列的问题感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 观看更多关于HSK考试的视频 那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吧 好了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HSK六级中书写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书写的题目就是缩写 缩写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一段话或者是一篇文章缩写成简短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仔细阅读这篇文章 那时间是十分钟 注意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进行阅读 并且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抄写和记录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难的 就是你不能动笔 你的一切的想法构思都是要在你的脑海里面完成的 然后十分钟以后 那监考老师会收走你的这个文章 你不要就坐下来 我就慢慢的看 那收走了 我什么都记不住 这样就不行 那收走以后 我们将完成这篇文章的缩写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它大部分都是一个小故事 然后一个小故事 最后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继续文的故事 那这样的文章大约在一千字左右 题目的要求是把一千字左右的文章 缩写成字数为四百字左右的小短文 并且只需要复述文章的内容 不需要加入自己的观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能有自己的观点 你在进行这个书写的过程中 你不能够 比如说我觉得它怎么怎么样 不可以这样 你只能按照你读到什么 你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我们要题目 要拟一个题目 最后就是写这一篇文章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题目的要求了 其实书写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难的 因为在HXK六级中听力阅读的部分 它还是比较客观的客观题 然后但是书写的话 它是主要看你的是一个概括能力 和一个表达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 并且你还要那个写字 你也不能写一些错别字在上面 所以这一部分是很考验同学们的一个综合水平水平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今天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做这篇文章 那首先我们拿到的这一篇文章 我们拿到之后要做什么呢 那第一个我们不是说拿到了就开始找 哎他的题目是什么 我要想题目 不可以 我们拿到以后有十分钟的时间 你要把它细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你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浏览 浏览整篇的文章 浏览以后你在你的头脑里面 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脉络 构思出它的框架 那现在我们就来浏览一下 好了 我现在就是用两分钟的时间大致的浏览了这篇文章 然后我可以得出他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他父亲是一个赚钱的高手啊 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那他的儿子呢是一个花钱的高手 他很很随意的就会花很多很多钱 那父亲为了锻炼儿子自力更生的能力 那父亲就假装的告诉儿子说他破产了 你从今天开始你需要自力更生自己赚钱 那儿子信以为真以后 他就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 然后慢慢慢慢的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事业上的成功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有能力的一个父亲 那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大致的内容 我们看完这篇文章了以后 那我们还有剩下的八分钟我们要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构思出他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我们要构思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它肯定是有这个人物 还有起因经过 还有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在我们构思的过程中 我们主要掌握这以下几点 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 其中这个地点如果不清楚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省略 然后时间是什么什么时候 它有几次的转折 它之前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这一个部分我们要记住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主人公 一定要掌握好 那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是这个 主人公就是父亲和儿子 然后其中他还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林先生 那这个人物他是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那我们可以简短地提及 最后就是起因 这个起因就是一开始爸爸他很能够赚钱 但是他觉得我的小孩他不珍惜钱 他就用钱非常的厉害 而且很挥霍钱财 那经过是什么呢 经过就是爸爸为了让这个小孩子能够自立更生 他就欺骗了小孩说我破产了 那破产以后这个小孩就得自己工作了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这个小孩信以为真 他开始认真的工作 最后儿子就实现了自己的事业 但是当儿子成功以后 父亲也过世了 过世了以后 儿子收到了父亲的遗嘱 那儿子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父亲设的一个局 这一切都是父亲的用心良苦 是这样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在这七八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必须得要想好 这个说了什么 我们把他的时间地点 人物经过结果 我们都想好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那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就比较有底了 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要记住几个关键点 就是关键的故事 小故事 关键的词语 以及关键的一些转折点 比如说几个关键的故事 首先就是爸爸欺骗孩子破产 然后第二个小故事 比如说孩子信以为真 然后去到那个公司工作 然后认证工作 第三个点就是父亲的去世 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事情 在这种充满着转折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一定要写到文章里面的 一定要复述出来的 然后去世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但是父亲很满足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孩子发现了父亲的遗嘱 然后真相大白了 好这一些的转折的一些事情 我们是要记住的 好在这十分钟里面 你要做的就是以上我说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写作了 首先关于题目的话 就题目你可以是先自己写题目可以 但你也可以把整篇文章写完了以后再写题目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定得要得要写题目 如果你不写题目的话是会被扣分的 而且注意题目的格式 同学们这个题目的格式不能写在最左边 不能写在最右边 而是我们要写在最中间 正中间一行 好那关于题目的话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的技巧就是一个词 关键词 那我们读完这篇文章以后 我们可以得出好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父亲 比如说赚钱 比如说生意 财富 富爱 等等等等 那么根据这一系列的关键词和你阅读完通篇文章以后 你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概括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列出来 就是一些可供选择的题目 比如说父子传奇 爱与智慧 生意背后的故事 家庭的拼搏 那这些题目是比较简短的 如果你想写长一点的题目 那也可以 比如说父爱的生意 从挫折到奋起 儿子的自立之路 财富的传承 父子间的生意经 命运转折 父亲教诲下的儿子奋斗史 财富之路 父亲的教诲 与儿子的拼搏 父爱的智慧 从破产到成功的奋斗史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题目也可以 那题目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缩写部分了 当老师收走我的这个短文的这张纸以后 那我需要通过我的回忆来写出来 那我这个时候是立马写下来我所想的吗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一共有35分钟的时间 那我觉得你需要用5分钟到10分钟 这样一个时间你要你一个大框架 你要先写在草稿纸上 就是我们要写什么样的框架呢 就是我们脑海中构思的时间地点人物 已经经过结果这样一个框架 你先列出来 就围绕着这个人物来展开 好 什么样的情形我刚刚说了啊 你就把它写到你的草稿纸上 事件的过程写的越详细 那对你的这个复数是越有利的 因为我们这个考试它怎么算分呢 它首先就是看你有没有把所有的这个文章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给写下来 然后有没有把这篇文章完整的呈现出来 那如果你这边漏了一点 那边漏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 那你的分数肯定是不高的 然后第二个 它肯定是要看你的一个概括的能力 还有你的逻辑思维的能力 就你的上下文有没有连贯性 当你在你的草稿纸上写完了这一些主体的框架 主体的事件人物等等 这一系列以后啊 你也可以列一些关键词 哎你就是回忆中印象中有哪些关键词也给它写上去 然后写完以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一一的把它就搬到我们答题卡上了 那搬到答题卡上的时候 我们也要就是把它扩展开来 那注意了 我们在扩展它的时候千万不要加上自己的一些意见 我们只只能够按照原文中的那些故事的情节来来进行书写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 我不建议大家把这篇文章背下来 首先你背下来你的字数肯定是超了 其次你背下来你是会被扣分的 因为这个考试考察的就是你的概括能力 而不是你的背诵能力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在我们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构思 然后把框架写到草稿纸上以后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缩写我们的短文了 那我给大家念一下我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以后 我写下的一个短文 父亲金鱼赚钱 而儿子却是个花钱的高手 尽管父亲不断劝诫儿子学些本领 儿子总是不以为然 然而命运却为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父亲竟然真的破产了 儿子失去了朋友的知识 心情沮丧 准备自杀 在这关键时刻 父亲的坚定态度唤醒了儿子 教导他不可以轻言放弃 儿子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 接受了父亲的朋友林先生提供的一份工作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 儿子却坚持不懈 通过不断努力和学习 逐渐提升了自己 几年后 他成功晋升为公司总经理 还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 然而幸福时刻转胜即逝 因为父亲生病了 儿子无法挽回 临终前 父亲满足的握着儿子的手 一天一位律师交给了儿子一份 关于父亲的遗嘱 原来父亲并未真的破产 而是将财产用作一场生意 父亲将财产分成两半 一半给了林先生 另外一半则给了儿子 但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儿子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 证明自己的价值 最后父亲的信告诉儿子 他用财产换来的不仅仅是财富 更是一个有用的儿子 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所以父亲也希望儿子能够超越他 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以上就是我的缩写 大家可以看到 我缩写主要就是分成了三个部分 首先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父亲善于赚钱 儿子是个花钱高手 为了就是劝诫儿子自力更生 学一些本领 那父亲就假装欺骗儿子破产了 第一段我就这样写的 那第二段的话 儿子下定决心改变 就改变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接受了一份工作 经过不断的努力学习 提升自己 他成功的进几位公司的总经理 而且还娶了一位妻子 那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但这个时候我们转折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写进去 病福来临的时候 但父亲却胜了重病 就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 我写的就是 父亲交给了儿子一份遗嘱 儿子发现父亲病未真的破产 而是父亲其实将这个破产 用作是一场生意 就是为了让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证明自己 那最后呢 我也其实就是缩写了 父亲给儿子的这一封信 信里面的内容 我就写了 父亲他想要用财富换来的 不仅是那个有钱 而是一个有用的儿子 那父亲感到非常欣慰 也希望儿子能够超越他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你在缩写这就是比如说父亲的希望的时候 你不能够写成儿子已经能够超越父亲 创造更多的财富 儿子怎么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是父亲的想法 但是文中他是根本没有提到儿子的想法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给儿子加一个想法 或者是你自己 儿子 儿子怎么怎么样 儿子决心超越父亲 最后换来了成功 这样的一系列的论述是不可以的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缩写的部分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这个缩写的一些技巧 首先我们在缩写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识别文章的主题 他是主要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他的主要人物是什么 他的起因经过结果是什么 那要确保你的缩写的内容 涵盖了你整篇文章的一个中心 那第二个就是提炼要点 我们要从每一个段落中提炼出一些关键的要点 比如说父亲的劝告 儿子的反应 父亲破产的转折 然后儿子的努力和成功 这一些都要确保你能够写进你的文章里面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逻辑顺序是通顺的 让你在缩写的过程中 你要让老师和你的读者能够清晰明了的 就是读懂你要写的是什么 然后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能够合理的使用连接词 因为因为其实我们拿到的大多都是一些小故事继续文 那所以我们在缩写的过程中连词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 然而因此所以 但是等等这样的转折词来连接你的文章 这样会使你的文章更加的通顺 然后第五个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字数 因为我们缩写的是400字以内 千万不要抄了 但是也不要写的太少 写多写少都是会被扣分的 然后第六个就是我们要突出转折点 因为父亲破产它是文章的转折点 我们一定要确保在缩写中要写出父亲破产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来呈现这个故事发展的戏剧性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强调情感的变化 那我们我们人物啊 特别是人物情感的变化 特别是儿子从A开始绝望破产了以后 他非常的绝望 他想要自杀到努力到奋斗这样的一个转变 这也有助于你文章的丰富和饱满 还有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表达尽量的是简洁 避免太多的细节的描述 一些不重要的什么 不重要的什么形容词 副词什么什么样 这样的描述其实是不必要 我们就要删掉 这就是关于这一篇文章的练习 那除此以外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多找一些这样的小故事 你可以找一些阅读的文章 然后自己进行一个缩写的练习 最好是在你缩写完成以后 你把你的这个缩写的文章 找一个中国老师或者是中国人帮你修改 因为其实你自己写出来 你并不知道自己好不好 因为会有一些语法错误 错别字 其实我的很多的四年级的学生 他们HSK五六级都考过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语法问题 还有错别字的问题 就是能够找一个会说中文的一个母语的这样的人 帮你修改的话是非常好的 你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 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关于一些写作标点符号的问题 就是一定在每一句话以后一定要打句号 这是一个诚实 但是我的很多学生他们都不打句号 那要么打句号就打一个点 这样是不可以的 一个句号是一个圈 然后一个句子结束了 我们就打一个句号 然后包括我们一个小段 一个小段也要分隔开来 我们自然段也得给空出来 而且我们自然段的书写啊 我们一定要前面要空两个这些写作的格式 让大家需要去查查阅一下 我也可以单开一期关于写作的格式给大家讲一下 那以上就是书写的部分了 我觉得只要你认真练习 多练几次在考试之前 提高你的阅读速度 然后提高你的整理 整理段落的能力的话 你还是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如果你对HSK考试的做题技巧感兴趣的话 那请你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 也给我多多的点赞 关注和转发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了 我是星鱼 我们下期再见 摸摸搭